凡人游戏 我来等你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各位好 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我是你们的相亲特派员张征 好 各位啊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 他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呢 是男人爱女人离不开的 美发师 江湖人称的托尼老师 那这位托尼老师呢 除了自己的记忆很精湛 而且呢 人活得非常的励志和上进 每天除了做生意之外呢 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比如说呢 他要锻炼 要看书 要跑步 每天安排得满满荡荡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 除了身高 他身上是没有任何缺点的 那为了看一下 我们这一位完美的托尼老师 到底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是专程来到了 渝北的空港新城 他的店就在我的身后 我们先一起去找到他吧 大家好 我叫王磊 今年28岁 1米65 现在在渝北区 有一家自己的理发工作室 然后大概一个月 是可能1.5万吧 然后最近呢 准备一年左右在 就是周围买一套小居室吧 小两室或者小三室 本职咒的嘉宾 王磊 28岁 身高1米65 职业经营美发店 收入15000元 未婚有代铺车 我目前从事这个行业 大概有12年了 这个行业我选择资金呢 就是因为我喜欢 因为我感觉我对跟客人剪头发 然后他们能够信任我 然后就会让我有一种成就感 我感觉我会一直剪下去 然后我这个人平时比较勤奋 就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 我都会天天在店里面 因为我感觉客人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必须在嘛 那说的我就一直都是上班 除非说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关门休息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未来 我肯定会说 希望把我的店做得更大 或者更好 因为我感觉现在的美业很乱 我希望我用我的真心 去服务每个客人 然后让我的事业走得更远吧 我这个人很自律 就基本上每天早上 6点钟起床 然后大概运动一个小时左右 看书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吃个早饭 然后上班 就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 对很多行业都感兴趣 所以我看的书很广泛 目前在看金融方面的书 因为我感觉一个人 必须学会投资理财知道吧 最近还看心理学方面的书 因为我感觉 心理学这个东西很奇妙 因为你可以 就很容易去了解一个人 我还比较喜欢历史类的书籍 因为我感觉中华文明 五千年这个感觉 真的特别神圣 就很好奇 我就喜欢那种古老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听起那种 就历史书说那种传奇人物 就特别的心潮澎湃 我喜欢小动物跟老人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老人我看上去特别慈祥 小动物跟小孩 然后特别可爱 然后我目前呢 养的一只小猫 我养的大概有一年多了 它叫憨憨 它陪伴我 我感觉很喜欢 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在这儿呢 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 也是一个同样很有爱心的人 我曾经有三段恋情 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谈的那个 一个江苏那边的一个女朋友 我们谈了大概有两年多 三年不到 然后我们互相彼此都喜欢 然后也很深爱 然后是真正的爱情 但是呢爱情跟现实 是有很多差距的 因为主要是因为 我老家是重庆的 然后我早晚也要回来 然后我也不想待在外地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呢 就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然后所以说 就最后因为家庭的原因 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然后就结束了这段恋情 我现在呢 就是主要说 想在重庆本地方 找一个本地的女孩 因为我感觉我还是喜欢重庆 我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我希望找个本地女孩 然后一起就说 努力一起生活 希望找到那个 就是说对的人 我对另一半呢 就是说要求的身高呢 就是说不能丢一瓶流 也不能太胖 我就喜欢那种很 很接地气的那种感觉 我所说的接地气呢 就是那种 比如说素颜的自然的一种美 就是不喜欢那种 太过于刻意打扮的 就是说哪怕你说 可以的去打扮 就是说只要说 你整体的气质形象符合 看上去协调也会很好看 我对女生呢 主要说就是说 你可以说不用很好看 但是你一定要 就是说会打扮自己 会穿着会化妆 因为我感觉 这些对一个女孩子的 形象很重要 我这个人呢 除了身高之外呢 其他基本上 没有什么缺点 只要说女孩子 不介意我的身高的话 各方面我都可以去 达到说一个 让女孩子一个满意的状态 就是说我这个人很上定 很上进很自律 然后也不浪购钱 然后想法还是很那个 就是说希望自己以后 就是说过得更好 男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身高一米六零以上 有工作 二 会打扮 但不要浓妆艳抹 三 不介意自己的身高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 今晚的发言游戏 我是情感观伤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个 他自己说除了身高之外 没有缺点的人 听了一下我们男嘉宾的 个人的故事 可以总结出来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自律的年轻人 早上是要锻炼一个小时的 平时又喜欢看书 喜欢老人和猫 还有小孩 你说这么一个自律的 又温暖又上进的人 他怎么就单到了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择偶要求 他希望对方呢 是一个身高1米6以上 素颜的时候 不打扮的时候是美的 但是呢 又要会打扮 会化妆 那么这么自相矛盾的要求 我听了一下哈 翻译一下他的意思 就是你素颜的时候 也是一个美人 你披着麻袋都漂亮 但是呢 如果让你穿上华服 化一点妆 比如说是给孩子开个家长会什么的 你又能够厌精四座 那么这些要求总结一下哈 就可以明白了 男嘉宾这么一个温暖自律 又有上进的七年 为什么会单到现在 因为他挑啊 Tony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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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给大家说 我说你是一个 记忆非常精湛 而且对你这个专业研究很深 从业经历12年对吧 对 我从18岁开始吧 资深发型师 对 我一直没有改过行 就一直都说这个行业 你先来帮我看一下 我今天这个发型怎么样 对 这个很适合你的脸型 实话实说 对对对 适合你的脸型 适合我的脸型 对对对 我是什么脸 就那种刮子脸中 我是刮子脸 你们脸行都是嘴巴回首 我明明是刮子脸的 你给我说是刮子脸的 我说刮子脸都带点刮子脸 所以我这种方方正正的刮子脸 就适合 很正式知道吧 看上去很正 就如果你来帮我设计一下发型的话 你会怎么做 就需要有点染一下 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不允许染发 那我看来也是 接近堪称于完美的发型了 对对 你这个已经很完美 符合你的气质 那我是哪种气质 你说一说 你属于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 像成功人士一样 你们都是简直说人话 真的 说起来和女嘉宾见面的方式 我想先了解一下 因为Tony老师一般都是很时尚的职业 对吧 你还去了韩国去深造 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现代 喜欢时尚 喜欢都市这样的一个人 对 喜欢 那你平时看的书 参与打扮时尚一点的人 那你平时看的书是什么方面的呢 历史跟地理这些我都很喜欢 哦 喜欢中国的历史这些方面 我都很喜欢 你又很喜欢历史和文学的东西 对对对 如果说一旦喜欢历史和文学的话 对于古诗词应该是很有研究的 对对对 古诗词里面也有很多描绘 相爱的人的一些诗句 对的 你喜不希望女嘉宾 能够跟你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希望 那所以待会见面的时候 你要不要来跟他对个诗呢 对个诗 对个诗 你待会去想一想 考虑一下 最符合你心情的 最能够代表你对于 美好爱情的向往的 这样的一个诗句 你说上去看 女嘉宾能不能接下来 好的 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 那先准备一下好不好 那到底是怎样的女嘉宾 才配得上这位 近乎完美的男嘉宾呢 经过编导的一番苦苦寻觅后 终于找到了一位符合其要求的女嘉宾 让我们赶紧认识一下她吧 大家好 就杀掉比较开朗 然后刚认识的时候 可能比较文静一点 爱好方面的话 跟大部分的女孩子是差不多的 比较喜欢旅游 放假的十年九 然后平时的话 就喜欢去网红打卡地拍拍照呀 然后吃一些小吃呀 然后唱唱歌吃吃饭什么的 就这样 我一共谈过三次恋爱 第一次的话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谈了好几年 但是呢 因为我们年纪都还比较小 所以说性格方面呀 处理感情问题方面之类的 都磨合得不到位 后面呢就分了 分了之后 直到现在呢都没有成家 自己现在也老大不小了 所以说也想结个婚 就是说过来 人看有没有合适的一个人 然后我对男生的外形和身高的话 其实要求不要太高的 因为就说我喜欢那种干干净净的 身高的话比我高一点就可以 阳光开朗一点的 我希望她比较有责任心 爱运动 爱旅游 细心 体贴 然后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旅游啊 唱歌呀 拍照啊之类的 希望她是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 比较友善尽心 爱学习的一个人 我最讨厌的一种男生呢 是那种遇到事情 不敢正面去面对的这种人 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另一半的话 他遇到什么问题 都能积极地去面对 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不管它是大问题 小问题 我们能不能应付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要去想办法 去解决它 面对它 女嘉宾的则有要求 一 身高比自己高 爱运动 爱旅游 二 阳光开朗 细心体贴 三 对未来有规划 友善尽心 四 愿意沟通 共同面对问题 目前来看 女嘉宾非常符合男嘉宾的要求 两人匹配度90%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这个形象肯定是男嘉宾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女嘉宾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作为理发师 她肯定知道这样的头发是属于天然去雕饰 不会去用一些化学的方法去打理它 才会长出这样漂亮的头发 那么女嘉宾的形象也很好 皮肤雪白 还画着得体的妆容 然后女嘉宾对另一半的要求 其实也非常的接力气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担当 要能够面对生活当中的难题不回避 那么男嘉宾的内涵 从这些方面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小师 来来来 我们到这个阴凉地方来躲一躲 辛苦了 没有没有 那我们也朝大家好不好 就刚刚一直是阴天 结果你一来 现在马上晴空万里了 但是确实也是 这么漂亮 而且一头绣发 今天男嘉宾一定会非常喜欢 但是你迟到了 迟到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了 没有 没有那么长时间 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吧 你心里还是有俗手 你想我给你迟到了 好久手 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我之前看路程的时候 没有计算到中间的一些时间 所以说就耽搁了一下 你本来打算坐着超跑来 对 结果就不小心坐成摩托车来 对 不过你来晚了以后 反而给男嘉宾今天做准备 留了充足的时间 就是男嘉宾开始就是想着 你要来了嘛 他说他要去找吃的 我说那你先去打个前站了 然后他就在里面 现在赚了一两个小时了 我就每一家可能都尝过了 男嘉宾还挺用心的 应该很体贴 那么在这之前 男嘉宾还拜托我 要询问你一件事情 想要对你做个小小的采访 直击你灵魂深处的一个问题 什么 你平时看书吗 看书 那你会看见什么书呢 最近 最近我一般会看一些心理学 男嘉宾他也在钻研心理学 是吗 那很巧 很巧 你们待会见面可以 先拿20分钟不用说话 先通过对方的眼神 和脸上的微表情来判断一下 可以 会看一些就是历史类的 文学类的书籍吗 会 比如说呢 你最近看的是什么 《甄嬛传》 《甄嬛传》 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 那看完《甄嬛传》以后 对你人生有什么体会吗 你觉得 女人不容易 女人不容易 对 为什么男嘉宾要托我 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 男嘉宾可能待会儿 还会有一个小小的环节 来考验一下你们的默契 好的 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共同的爱好 好的 但是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希望你到时候有所准备 好的 好吧 那我们先去找到男嘉宾 赶紧吃饭了 走吧 我看到他了 就是男嘉宾 这个是男嘉宾吗 对 是的 你一直在门口等我们呢 对 等到好久了 没多久 没多久是多久 大概半个多小时吧 半个多小时了 店里面现在还有人吗 没人了 人觉得两个此番的 金刀登不来那个鱼竹 对对对 我们房狗子了 来正式介绍一下女嘉宾 姓斯 叫斯文 好的 名字很好听 她的名字也好听嘛 Tony老师 Tony老师只是行业的称呼 你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王磊 很简单 跟你的名字一样 现在是已经是下午的2点06分了 对上午就准备了 你嘉宾迟到了 迟到两个小时 这个事你就应该怪谁呢 这个不怪你 不嘉宾 那怪谁呢 怪 怪我 他怎么就怪到你身上了 我没有提前跟他说 没有提前准备 看得出来啊 男嘉宾的轻伤很高 他可以把任何的尴尬 都可以化解的话 我想先问一下他 就是从现在这个 戴着口罩的样子来看 你觉得 小丝符合你的演员吗 整体都很好 整体都很好 对对对 就是符合了 对对对 现在戴着口罩 你都觉得很符合演员了 对 那我们还是请女嘉宾 把口罩取下来 让我们男嘉宾欣赏一下 看下是惊喜还是惊吓 我对她的低音像很满意 基本上可以打十分吧 外战 低音像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看起来比较干净 然后比较泪脸 然后看起来也是四叶型的 对 如果说一共是十分的话 我觉得她可以打八分 有两分作为进步的空间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我迟到了一会儿 因为一些因素嘛 然后她也并没有说什么 我觉得她耐心还是挺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吃烤肉了 不过吃烤肉之前呢 男嘉宾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环节 他要求有点高 不但要看有没有演员 还要看有没有默契 是不是心有灵犀 所以男嘉宾呢会准备一段古诗词的对白 然后看一下考验一下女嘉宾 刚刚我帮你采访了他 他平时也要看书的 而且他平时也要看文学和历史类的书的 他最爱的是《甄嬛传》 《甄嬛传》 那咱们请男嘉宾 你先抛出上句吧 看一下我们女嘉宾能不能对得出来 我们来下一句 《甄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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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感觉就这句符合我们这个状态 符合他的气质 其他四句不可以了我感觉 那要不然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什么 看一下你们是不是更有默契 余嘉宾心里紧不紧张 紧张 上一次有人这么考你是在什么时候 上学的时候 高考的时候 好了 我开始了 你要做好准备 如果答不出来的话 今天可能烤肉就没得吃了 李沙颖的业余纪北 均问归期未有期 八三业余掌秋迟 好 请不加拼接 这不上来 可不可以提醒一下 可以 何当共俭西窗族 最后一句是 何当共俭西窗族 这个应该很熟悉的 雀化八三 等 等 等 三个字 如果接不上的话 对 就这样 来 恭喜 接龙成功 我们对视那个过程的话 感觉我们之间 应该还是挺有缘分 很有默契的 我们没有商量也没干嘛 他就对出来了 我感觉应该是很好 很有缘分 那你们可以愉快地握个手了 又有演员 又有默契 他都喊你老师了 小米老师 好吧 那现在我们请女嘉宾 一步享用午餐 我刚才真的提了 我怕你接不上来 我以为他说该赐免呢 平时喜欢吃烤肉吗 有趣的诗歌交流缓解了初见的声色 那两人接下来的相处氛围会更加愉快吗 那你对你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就希望找一个对吧 合适的女朋友一起 我发现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不管说你是创业还是买房对不对 两个人的力量更大 比如找个自同到合的人对吧 你要找共同分担的自体是在哪些方面呢 就只要说你自食其你那种 你自己那一块照顾好 其他都可以交给我 就是我不喜欢想像有一种女人 就不上班那种 我就感觉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就说不管你工资多少 就是你又有工作 所以自己挣钱自己花就啃了 就这么简单 我不需要你说你付出 你说你挣什么钱啊怎么样的 那你以后还是 应该是想自己开个店的吧 对 我店有店 就是我想以后把我的店做得更大 因为我这个人对未来就很有规划 想的比较远想的比较多 就说以后你想把自己的店面 做得更大对吧 对对 那你需要你的另一半 怎么支持你呢 你会不会做饭 会 我就希望回家有可热饭吃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洗在旁边 那是正常的嘛 你家里平时在家里 能做做家务什么的吗 做家务呀 就普通的家务都会做的 会做饭呀 打扫卫生呀这些 做饭做菜其实挺享受的 有的时候 对 然后也健康 还可以节约钱 对 该节约的就要节约嘛 这个方 这个观点我喜欢 做家务这些啊 它的状态也很符合 我觉得我的性格我也很满意 就很喜欢它 就说喜欢做饭这些 因为我感觉现在很多女孩子 都不喜欢做饭 因为做饭很重要我感觉 对我现在没有住房 但是可能说一年左右 我会规划买房子 挺年轻的 能自己买房的话 其实相当不错了 也不是全部自己买 爸妈肯定要支持 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两个人 共同奋斗的那种 对 两个人共同奋斗啊 或者一起还房贷呀 之类的都可以的 对我比较喜欢 共同奋斗的这种 比较 有成就感 感情基础会比较 牢固一点 对对对 因为感觉 然后双方也有 对对对对 也有那个 对对对对 就有共同的画面会更多 对对 那宇佳斌这个观点 你是怎么看的 对我很认同 跟我心里想的一样 我们太相像了 我就喜欢这样子 住房啊 他也说了可以说 没有房 他也可以跟我一起努力奋斗 因为像这种想法很好了 因为现在很少 有女孩子会有这种想法 很多女孩子都说 有房才会干嘛干嘛 他能够这么想 我真的就说很满意 目前来看 两人的诸多观点都非常契合 可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引发了分歧 因为我还是有点 这种在意 我不是很认同的 或者是你觉得 你能接受她的这种要求 我不是 观念的不一致 会影响两年 接下来的相亲们 就是我工作 因为我肯定会去 接触很多女性 然后比如说聊天这些 你会不会介意这种 我不会的 这个是工作嘛 就是那个度 我是把握得到的 就是对什么话该说 这个是可以比较理解的 对什么话 该跟她说什么话 不该跟她说我懂的 我们工作的地方其实 男生也比较多 女生少吧 对 女生也多 女生也多 对 就其实有的时候 也会跟男生打交道 对 你这方面会介意吗 就是必须要知道 这个男的跟你的确提关系 知道吧 我不希望有那种乱七八糟的关系 什么闺蜜这种 我不希望男的是我的闺蜜 比如说某些男的 你为什么会存在这种 会怎么 就比如说是你同事 就是同事这种就行了 就不希望有乱七八糟的关系就行了 你平时有没有这种 那种关系好点的异性朋友 也有关系好的吧 但是都是成家了的 成家了关系也好 是亲戚吗 对对 不是啊 是同学 关系一分寸都处理得很好的 你像我是没有关系好的 因为要么是我女朋友 要么是我亲戚 要么就是有关系的 那没有关系的 我感觉跟她出 没有必要 要么就是我客人 她给我带来金钱 要么是我亲戚 其他那种狐狐狗有 除了兄弟之外有 女孩子没有那种乱七八糟 对 大家有的时候一起玩吗 还是比较好玩 对 我劝着就是我跟你说 我很干净的那种 对 那比如说我们晚上 跟几个男性朋友出去玩呀 也有女性朋友啊 这种你会不会介意 这种 有一点的介意 其实你了解以后 可能就没有那么介意了 对啊 但是不了解 大家都是有家庭的 就关系都比较好 但是比如说 你去那种 就帮你这些地方啊 是不是 喝酒啊 这些是不是 酒吧是 我觉得正常 每个女孩子都会去的地方吧 对 是会去 对 一般我跟他们出去玩 都是比较好的朋友 就你就可以很放心的那种玩 你知道吧 你就不用担心说 你喝醉了呀 还是喝得怎么样啊 没有人 那这种情况下 你介不介意带我一起去啊 不介意呀 你想去的话你都可以 因为我还是有点什么在意 他这个有男朋友男同学出去吃饭喝酒这个 我还是说有一点点小建议的吧 就只要说他把握好这个度 不要说太过了啊 出去的频率也不要太勤 然后我们在一起之后啊 要多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因为我还是有一点点建议 因为毕竟是男性的嘛 就只要说说清楚了还是可以 就说不要太太平凡或者怎么样 他觉得你平时好像异性朋友太多了 怎么说呢 认识的异性朋友挺多的 但是能玩到一起的异性朋友 不是特别多 对 阿蕾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面对异性的时候啊 我都把他们当 沟通交流起来游着游着 当兄弟 好像经验不见的样子 异性都当兄弟啊 对 就很多啊 就兄弟嘛 那这儿这儿认识的 就兄弟过了一个地方 也就不联系了 就是这种的 你希望他把异性当什么呢 就是说有关系的就确定关系 没有关系的都没有什么关系 不要联系啊 对 没有关系的就好 按来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允许自己女朋友 有异性朋友 不是这样 异性朋友少一点啊 比如说我们确定关系之后 就尽量说少一点 去跟其他男的接触 这个多少 怎么衡量 是用数量来衡量的 尽可能的去少一点就行了 我就希望就是异性圈子简单一点 然后比如说你有朋友可以去聚啊对吧 对我知道情况下对吧 你一个月去一次这个也很正常 你都懂 那比如说我有很多朋友 每个朋友一个月 那一年有12个月嘛 有12个异性朋友一个月安排一个吗 你安排12个月还不够吗 对 话都说到这个 一年安排你建12个异性朋友还不够吗 对12你也不是说一下建一个你可以对吧 大包 全部也出来一起吃饭 那比如说我一个小四怎么看这个 一共有5个异性朋友打个比方啊 那这个顿点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女嘉宾的社交圈 她是一个有男闺蜜的人 一个月呢总有那么一两次要跟大家一起聚聚会 甚至还会去泡吧 那么男嘉宾对此就提出异议了 我建议你以后哈 最好是不接触或者少接触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感叹一句 大清已经亡了 男嘉宾 如果你想控制一个人的社交呢 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你可以有一种引导哈 比如说我们俩才在一起我对你不了解 我对你的社交圈子充满了好奇 我想见见你的男闺蜜们 让女嘉宾带你融入她的圈子 你去了解一下她的男闺蜜 不是说男人最了解男人吗 对吧 你就会知道她的生活圈子是怎么样的 同时呢也会让她觉得你很信任她 你也愿意跟她的朋友变成朋友 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比较尊重对方的相处之道 这是她的想法 你说说你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跟异性朋友都要把握好 使路就可以吧 说到这个地方我问一下 你有异性朋友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异性朋友 所以你没有把你的顾客 女性顾客都当朋友 顾客就是顾客 她就是利益关系 我们请阿蕾的那些顾客 现在你们要清醒了 他怎么没有把你们当过朋友 开玩笑 好吧 至少说他还是对自己的要求 和对身边的人的要求还是一样的 因为他身边没有异性朋友 所以他可能也比较在意自己的女朋友身边有太多的异性朋友 对不对 但是我再补充一句 如果说斯文要和他的异性朋友见面 如果他带上你的话 你还会介意吗 不介意 就之前不是说我说他跟他的异性朋友去见面 介不介意带上我 他说可以介意带上我 你愿意带上你的未来的男朋友 不管是不是他和你的异性朋友见面 我肯定是这个事必须的 必须的 但是有可能以后那些异性朋友就不跟你来往 不会的 如果说这种异性朋友的话 他们知道他们这个被他没有转正的机会 不来往也没有关系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 两人在异性朋友的问题上找到了折中点 眼见尴尬的气氛有所缓和 男嘉宾赶紧邀请女嘉宾到自己店里参观 他的热情能否让两人的关系回到最初和谐的状态呢 我一进门口 我就看到这个门口有一个大的广告牌 这个上面还有硕大的两个字 王雷 天哪 这上面全部是你的经历吗 我的经历 每个地方 12年入行 13年在上海 为什么要把这个相当于一个履历表挂在门口呢 因为你这样就给进门的客户一种信任 知道吧 一种了解 你这样就会更好地去信任这个发行师对吧 他能够为你做好造型 接下来其实你还可以空一块出来 把今天最后你跟女嘉宾牵手成功的照片放上去 证明这是一家有爱的发行店 对 以后我这个就可以去了 本店不讲价 如果你愿意留下做老板娘 店都可以送你 看来你平时对其他女人说过的话 今天也对四万一说了一句 小脸老师 你刚刚不是告诉我 你现在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店里面吗 对吧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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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现在呢它依然是一头秀发 站在我旁边呢 我刚刚就闻到了一股烤肉的香味 来来来 你弄动头发 让男嘉宾感受一下 有没有 有一点点 就是五花肉香菇 还有大葱 那怎么办呢 给你洗个头吗 洗个头 你愿意给男嘉宾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他为你服一次务 好吗 男嘉宾能否趁此机会好好表现 再度拉近和女嘉宾的距离呢 8点半到9点半之间吧 忙的话就弯点 有时候是11点了 刚刚我问过了 他不给自己放下 我就除了有事情就休息一下 没有事情就上班 自己一个人做也挺辛苦的 那谈恋爱的晚 这样工作强度这么大 休息的时间怎么长 那谈恋爱肯定不对吧 谈恋爱肯定说一个礼拜 肯定要休息一天陪你去换我 女朋友可以天天来 对 你可以天天来对不对 我可以花一天时间陪你去玩对吧 逛一天 对 逛一天 关门关一天 逛一天 咱们边卷发边聊天 我想先采访一下我们这位Tony老师 你平时给你的顾客 真的烫头发 就是吹头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状态吗 嗯 就是 就是只干活不说话吗 不 也说话 也说话的 主要聊些什么呢 就是 就让他们办卡是吧 你办卡 办卡他会自愿办 那今天我刚看整个你跟女嘉宾 从洗头发到吹头发到现在卷发的过程当中 好像都没怎么说话 对 您解释一下吗 因为就是这个很尴尬 不知道是客人还是什么关系 对象有点模糊是吧 对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题了 所以就一心一意的嘛 对对 就是这个原因 好 斯文你觉得怎么样 男嘉宾的这个记忆怎么样满意吗 做得很专注 做得很专注是吧 对 那跟其他的Tony老师比起来 他有什么区别吗 其他Tony老师可能会聊一点 比较聊天 聊天聊得比较多 从头套尾巴巴巴巴 然后他也没有找你聊 那你是喜欢话多的Tony老师 还是喜欢这一款 喜欢哪种跟他喊到板卡的 他就得死在 男嘉宾其实我觉得还是很能干的一个男士 因为自己要打理这么一家店 然后又要经营 然后还要做生意 还要想着提高自己 还是很不容易 很累的是吧 对 现在我们看到今天是因为你要来 他做了一个包场 其实平时的话他还有很多客人要忙 那如果说未来他成为了你的男朋友 你觉得你会做点什么吧 可以给他打小卫生呀 做做饭呀 洗去头啊 都可以的 就是你的意思是 你还是愿意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呢 愿意 也可以帮他分担一些 对 他可能生活当中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是吧 对 小蕾听了刚刚女嘉宾的这段话 有什么想法 蛮有感触的 挺好的 就是我也希望 因为大家一起努力嘛对吧 最后有一个好的未来 如果说没事的情况下 可以说来对吧 小蕾地啊这些 这都钱嘛 好 斯文自己觉得满意吗 满意 非常满意 下次还会再来吗 会的 欢不欢迎 欢迎 欢迎 欢迎你经常来 只好天天来 最后来了就不要走了 对吧 我觉得他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较有丧尽心 努力 勤奋 然后 一个人做一个店也是比较坚持的 虽然两人在店里交流不多 但男嘉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让女嘉宾对他刮目相看 眼看选择在即 男嘉宾也立即拉上座林幼社 为自己加油助威 邻居的采访 会给男嘉宾锦上添花满 性格还是很好 他生意怎么样 生意还是可以 我经常过来看的话 要么都是没有剪头发洗头发 他做过的事 旁边还有一家店铺 我们过来问一下好不好 老板 我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是重庆电视台的 发展有些相亲节目 下面那一个发浪点 晓不晓得 开了一个发浪点 就是那个小伙子 他来相亲 我们都过来问一下你 平常对他有没有的影响 有影响啊 他们好的很热情 很热情啊 实际上他对顾客很热情 他对顾客很热情 你怎么知道 我们现在邻居那些骨骼来的 还有我们买东西那些 还有那个事 他都在手上 他很热心啊 面都微笑啊 他夫妇又很走到啊 微笑夫妇又很热情 那他身上还有什么优点呢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是比较乐于助人那些 还是多热心上 你看他还有羊毛那些 说明他很有爱心 作为一条改善的解放邻居 他平常给他过你们 什么帮助的 和我多了外面 他看到他都做到我们班那些 哦 他帮你们有所大耳熟啊 那些是不是 那位美女姓叫斯文 你觉得那么合不合适吗 合适 没人看起来性格也温柔也好 嗯 我们隔壁年纪还是蛮不错的 嗯哼 3 2 1 请选择 我觉得男嘉宾的话 就是跟我性格方面 我觉得有点不是很符合 我可能今天了解的你还是稍微有点 嗯沉闷了一些 但是通过对这几副街坊的采访 就觉得他们对你的评价都还蛮不错的 啊所以说我还想再考虑一下 再考虑一下 然后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 嗯 那这张终身VIP卡你愿意领吗 呃愿意 嗯 那就请你 哎呦 哎呀不好意思 大型翻车现场 哎呀我差点毁了人家的幸福 不好意思 刚刚是你自己手哆嗦了一下 那我最后再倒数三个数 斯文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请接过这张卡 3 2 1 你愿意吗 好恭喜恭喜来来来我们面朝大家好不好 哎呀我们也请斯文把这个终身VIP卡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见过史上最简陋的一张VIP卡 但是呢它又是可能最有爱心饱含深情的一张VIP卡 我觉得首先要恭喜斯文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专属于王磊的VIP 当然我觉得同时要祝贺我们男嘉宾今天能够迎娶女嘉宾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和好感 女嘉宾刚刚的话的意思其实我也听懂了 他意思说要多吸两次投了以后 他才决定是不是要跟你两个终身下签 好吧 那再次祝贺你们 解放邻居 连绵8号法官脱单了 你们要不要祝贺一会儿 啊 以后多来照顾他们的生意好不好 来多那个女老板娘咯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男女嘉宾相亲成功得到了一张终身免费的VIP卡 虽然那个卡看上去有点零食 但是心意是满满的 今天的相亲呢 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 男嘉宾虽然很挑 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一款 它是适合你的 但是两个人要在一起 还是会有很多的路要去走 有很多的困难要去面对 你还记得女嘉宾的择偶要求吗 他说他想找的一个理想当中的男朋友 就是面对生活的困难 能够积极去面对去解决的这样一个人 那么接下来呢 你们俩的交往当中 我希望你能够更多的展示 你这方面的男人 好 我们电视线各位呢 如果大家也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随时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电话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 卢浦新英诚二楼 反正有写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直接报名 好了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走嘛 跟我头发也争一会儿啥 要不要对 下班了都嘛 我也洗个头发